优伦社长期以来关注学统的教育问题 也将基础教育及试制列为社区服务重点的工作之一 为了有效缩减城乡落差问题 自2004年开始 每年编列10万元来举办伏伦杯英语说故事比赛 今天在黎明国小举办第16届的 宜兰符伦杯英语说故事的比赛 共有104位国小学童来报名参加 你们在学习英文是有价值跟目的的 因为英文是跟国外沟通最主要的一个国际语言 所以今天除了来参赛之外 未来你们要好好的继续加油 另外黎明国小的国乐团向来是成绩优异 宜兰符伦社也举行了黎明国小国乐圆梦助学计划的捐赠仪式 并举行宜兰符伦社教育基金会 第21届奖助学金颁奖典礼 总计有县内35位经济弱势的家庭孩子来社会 共颁发了奖助学金20万元 今天宜兰符伦社的教育基金会也举办 我们第21届奖助学金颁奖典礼 也将于今天早上来举行 总计会帮助我们县内35位经济弱势家庭的孩子 期望获奖同学将来能够成为有益社会的人产 这也是我们本社设立奖助学金的目的 奖助他们的计划 就是完成国业小朋友圆梦助学的计划 希望他们能成为台湾的国业种子 未来能够在国际月亮上发光发热 大家看到我们临民国小的国业的部分 我们都国业的部分非常辛勤的练习 每年都代表宜兰县参加全国性的比赛 那也都得到全国性的特优 那也希望他们今年参加全国赛有更好的成绩 宜兰符伦社希望这些由符伦社员所汇集 而来的爱心捐款 能够帮助各位同学张开梦想的翅膀 更勇敢的顺利来起飞 宜兰新闻记者十四名采访报导